《星光叛读》最危险的是美国和北约 作者尼焉 北约有了芬兰加入 连瑞典都在加入的路上 但依然未满足 还想继续扩充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藤贝格 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 大指标提导着更强大的北约 应对更危险的世界 十足十何里活息的宣传 在北约眼中 为什么世界越来越危险呢 是否因为澳湖战争 又是否因为中国的国历 还是因为全球发展越来越不受北约控制呢 再问多一句 是北约觉得世界危险大了 还是美国觉得世界对它的霸权的危险大了 文章的内容没什么特别 不外乎说北约在过去一年半就俄乌战争做了什么 呼吁北约的成员国团结一致 又说北约不会将中国视为对手 认为必须继续与北京接触 以应对今时今日世界的挑战 其实北约已经强力推动在日本设办事处 当俄罗斯顶不住的时候 北约的下一个目标就会转向中国 再蠢的人都看到了 本来在前苏联瓦解冷截结束的时候 世人在等着北约自行解散 但是等呀等等呀等 北约反而越坐越大 五次东旷 将本来无力抗衡的俄罗斯逼到九急跳墙 现在被书长先生 更加写下为北约扩张背书的红文 就好像一个恶霸 他嫌自己未够恶 想要更加强大起来去行恶 对于恶霸将手伸去亚太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急不及待地参加北约峰会 澳洲前总理基廷批评 北约就好像瘟疫毒害亚洲 斯托尔滕贝格就好像美国特工 多过欧洲安全领导人和发言人 他又狂逼斯托尔滕贝格是特级笨蛋 为什么基廷要开炮 因为北约想把南太平洋的澳洲拉落水 试图打造亚洲版的北约 那就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如出一切 当北约的政策几乎紧跟美国的国策 当北约的秘书长 变相沦为美国的代言人 当北约的一举一动 都被世人视为美国战略的延伸 我们很难怪责 上次有息之事 下至一般网民 都出言侮辱斯托尔滕贝格 为什么世界会越来越危险 北约本应是世界秩序的守护者 但运作在上来 就只是美国的北约 北约一边庆命于美国 一边以安全名义进行各种围堵 抵制助长对抗的勾当 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引发战争 这个世界危险在于美国和北约的恶恶联手 人类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打核大战 谁是罪魁禍首呢 美国一定有利分 北约就是同谋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HKG